先來看看 這個雷射近視手術 是不是有什麼限制 有沒有哪些人是不太適合的 哪些人是可以的 我們就來看看 可以動雷射近視手術的人 第一 20歲以上 第二 近視的度數 1200度以內 閃光500度以內 遠視600度以內 第三個是 近視的度數在一年之內 很少有變化的 第四點 除了趨光不振之外 沒有其他嚴重的眼睛問題 第五點 沒有懷孕的人 才可以做雷射手術 為什麼20歲 但是我有聽過 好像學生就可以用 一般建議 因為一般18歲以前 是屬於青春期 他的眼球因為發育構造 還沒有達到一個穩定的程度 所以也許度數還會改變 角膜的厚度也會改變 曲度也會改變 如果在還沒有一個定型的眼球上 施行這樣的手術 一方面配合度比較差 因為年紀比較小 另一方面最主要是因為 度數萬一再改變 這個效果就不夠持久 所以我們原則上 會希望年滿18到20歲 然後他的眼球發育已經成熟了 穩定了 我們再來做這個手術 會比較恰當 是 好 我們當然不希望說 這個小孩子年紀小小就戴一個 眼鏡 然後就會被同學笑說四眼天睛 所以我們要從食物當中去補充 對眼睛有幫助的營養素對不對 其實在做一個預防的角度來看 因為小時候不是媽媽說 那個吃紅蘿蔔 像那個兔子一樣 眼睛很明亮這樣 確實在紅蘿蔔裡面 它確實有Beta胡蘿蔔素 它Beta胡蘿蔔素 它會衍生在體內合成所有維生素A的部分 那它對我們的眼睛的營養成分來講 是必須的 最常我們會鼓勵小朋友說 你要吃紅蘿蔔 可是紅蘿蔔 偏偏是小朋友最討厭吃的東西 所以其實你可以有一些代替的方式 比如說像是那個 補派水手最愛吃的菠菜 它菠菜裡面它的紅蘿蔔 那個Beta胡蘿素也很多 那像一些比如說像是南瓜 或是那種番薯 地瓜葉這一種的話 其實它維生素A都是很多的 所以可以補充紅蘿蔔素A多的 那如果像胡蘿蔔剛剛講 你可以其實把它打成 比如說像是 像菜波龍這樣子有沒有 就用胡蘿蔔 然後加蛋去煎 那小朋友其實可 接受度會比較高 那第二個要補充的營養成分是 比如說像是維生素B群的部分 那B群有很多嘛 有B1 B2這些 那其中針對眼睛的一個部分的話 其實是比較在是B2的一個部分 那B2的來源裡面 飲食裡面比較豐富的 就是像牛奶的部分 所以你可以像我們現在鼓勵小朋友 也是一天要喝大概兩杯的 一個低脂奶的部分 增加它的維生素B2 還有鈣質的一個需求 那另外呢 還有媽媽常常叫小朋友 吃的一種東西就是魚 有沒有 魚 對 魚裡面的DHA 其實它對眼睛的一個保養上面來講 有沒有 有沒有特別哪一個部分 吃魚眼睛會特別好處嗎 沒有 對 沒有 對 其實應該 其實魚眼的一個DHA 其實它含量還滿豐富的 可是魚眼它會有那個 小朋友會噎到你知道嗎 就是它會有眼睛的眼珠 我想鮪魚那麼大應該噎不到 對 所以基本上還是以魚肉的 一個部分來講 所以其實你可以給它 不只是紅蘿蔔這個選項而已 會給它很多的一個選項 還有一些媽媽 她會在座小朋友 因為小朋友現在讀書又多 打電動也久 可能會補充類似像魚肝油這種部分 魚肝油跟魚油是不一樣的 你如果真的是針對眼睛的保養的話 是魚肝油的部分 它它裡面的一個DHA 維生素A的部分是補充這個 但是可能也是要試量這樣子 好 年齡滿18歲以上 如果是七 八十歲的阿公 阿嬤 他也想要去重新重見天日 讓眼睛清楚一點的時候 他應該先做白內障吧 對 是不是對於老人家來講 他可能已經有一些眼睛的 白內障 青督癌這些 他還可以做雷射近視手術嗎 如果他已經有白內障的狀況 發生的話 會建議他先接受超音波乳化素 合併人工水晶體的植入 現在人工水晶體 因為做到比較高階的人工水晶體 它很多功能的選擇 甚至它可以調節遠近 就有漸進多焦的功能 也可以調節散光 所以這個也是另外一種選擇 當然如果做了白內障手術 或者是說比較早期的 他已經接受過了 可是他還有殘餘一些散光 或者是還有一些近視遠視的度數 其實如果他在沒有其他 合併眼睛的疾病的情況下 他其實到這個年紀 他還是可以在角膜上做修正 我們臨床上也有遇到一些 年紀比較高的 他想要看得更清楚 又不想戴眼鏡 也不想戴眼鏡 我不想一輩子這樣模模糊糊的 是啊 所以這樣的情況 如果是眼睛的 沒有其他的疾病 也沒有白內障的問題 其實還是可以考慮 還是可以的 好 近視的度數在1200度以內 散光在500度以內 遠視在600度以內 才可以做 這個是一個參考的數據 就是我們原則上會依據這個準則 但是真正要施行手術之前 在評估的時候 我們最主要還是要合併 這個角膜的厚度 角膜厚度是我們決定 可不可以接受 近視雷射手術 一個很關鍵性的一個因素 近視1200度 那應該是張開眼睛前面是 很糊的吧 很糊 近視最多可以到幾度 我們也遇到過大概2000多度 接近3000度其實都有 這種視力大概都已經 比0.01還要差 一般我們在測量視力 大概就是測說 它大概在眼睛前面幾公分 可以看到手指頭在動 大概都已經到這種 我800度我都已經 如果我這樣脫下眼睛 我可能看不到螺絲的臉 就是它的五官對不對 對 那2000度的這一種 如果要雷射的話 它可以做到進步到幾度 2000度基本上我們就不建議 它接受這個近視雷射手術 它有一些新的選擇 因為我們現在有一些新的 叫植入式的隱形眼鏡 它是針對這種800度到2000度 高近視的族群 它可以把這個 有一種微型的鏡片 有點類似人工水晶體的 這種技術 把這種小的水晶體 把它植入在我們眼睛的 正常的水晶體的前方 它就好像一個隱形眼鏡 戴在裡面 而且它優點是 它沒有這個角膜半的問題 所以它不會產生一些 那隱形眼鏡要換嗎 如果它 它植入在裡面 什麼時候需要換 如果當它開始 譬如說年紀到了一個程度 有白內障 它需要接受白內障手術的時候 它是可以膩的 它可以拿出來 或者是說有的人做完以後 他就是很不滿意 因為太清楚了 它也可以換 它優點是 它不會產生高級的相差 所以對高度的近視的人來說 這是一個很大的福音 是 科技真是進步 2000度如果在古代的人 都快瞎了 應該在古代定義 現在有點接近失明了 是 好 來看到 第三點可以用雷射近視手術的人是 一年之內 他的眼睛的度數很少變化 原則上一年內 我們希望它度數不要變化超過50度 50度以內可能是譬如說 測量的一些誤差 但是如果超過50度 無論是在近視 遠視或是散光上 因為我們比較害怕說 是不是還有一些其他的問題 就是說剛剛講的圓椎角膜 圓椎水晶體之類的 這個它都有可能在短時間內 會有一些度數變化 我們的責任就是要把它找出來 然後勸他不要做 勸他不要做 對 所以這個眼睛的問題 還是要找專業的醫生 來做一些測量 然後做一些諮詢 平常的時候 怎麼樣去保養我們的眼睛 好 羅醫師 這一隻雷射比像我們最近這一點